不会长虫的水果有两种 哪两种直接告诉你答案 根据国家网络医药报导 凤梨和香蕉不会长虫 椒农也说 香蕉哪生糖 生甘就无人 以此强调香蕉长虫非常罕见 虽然香蕉高甲低钠 有益心血管健康被称为神补品 但香蕉盛产价格直直落 椒农心酸 谁人知 听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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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屏东娇农的无奈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联合立委中嘉宾 香蕉达人江又成 和新北屏东同乡会 发起挺香蕉交朋友活动 邀请大家多吃香蕉 当点心或是运动健身后 补充热量的食物 还有帮助消化 只要捐三张发票 就能换取美味的香蕉 因为我非常爱吃香蕉 它可以 就非常的 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个水果 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 然后来让中嘉宾委员 因为他也是来自屏东的立委 可以借此认识我们板桥的民众 也顺便来推广水果 因为香蕉 你也知道最近 最近 比较不严重 销量不太好 但是可以大量 可以这些的香蕉 把香蕉 销售出来 让大家多吃香蕉 然后对身体健康也都很好 这也是一个好事 香蕉生产季节 钟嘉宾 戴伟山等人 发起活动挺蕉农 交朋友 用实际的行动 选购香蕉 支持屏东蕉农 而活动募集的发票 也将会捐赠给社府团体 做公益行善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